新北市今天新增本土病例 八十一例 市府再祭出了新措施 居家隔離者在解除隔離之前 一律要再進行PCR檢測 而三峽N主公醫院 出現急診室護理人員 因轉陽的情況 新北市衛生局表示 已經匡列了密切接觸者 全臺疫情趨緩 不過新北市的本土病例 數還是最高 十九號新增八十一例 而十八號的篩檢陽性率 降到了百分之零點一 創下新低 但市長侯友宜認為 仍然無法鬆懈 也因為先前發生不少解除隔離者 出現了陰轉陽的情形 為了謹慎以對 新北市祭出了防疫新措施 曾經爆發院內群聚感染的 新北市三峽N主公醫院 出現一位急診室護理人員 因轉陽 急診室緊急進空清消 指揮中心表示 繼一位護理人員是第二圈防火牆 內被匡列的人 第四次採檢出現陽性反應 新北市衛生局也表示 目前N主公醫院的急診作業 也指出不進 因為他有在急診照顧兩位的病患 所以在該院的急診 現在目前是指出不進 加以進空 那全面的消毒 要等到我們確認 它的環境無誤才會再開 那針對這個院方也已經匡列 接觸者採檢 予以隔離 要加強傾銷的還有中和環球百貨 六月十九號停業一天全管消毒 因為有跪節確診 對於市場防疫 侯友宜更是無法大意 親自覆查板橋大關路的民有市場 出入口已經縮減為兩處 並且實施車輛管制 而臺北市十九號撤除了萬華 剝皮寮篩檢站 新北市會不會考慮跟進 撤除一些篩檢站 侯友宜的態度還是很堅持 他鼓勵民眾出來篩檢 才能夠阻斷社區隱形傳播鏈 記者新北市綜合報導